第二种方法,平常瘦了粥 开火,让它第二次锅开 我们在用这个砂锅煮的时候 要注意这个砂锅里面下面的米一定不用让它糊了 完整视频叫做联系 微信703655419 703655419 锅开之后 和生姜 撕 烧肉,腌制好的烧肉 皮蛋 一起放进去 搅拌一下 放青菜 也是大概30秒之后,关火 只要这个肉片垫射了之后,我们就马上可以关火 再加入 鸡精 盐的话,都是 是自己的口味去加 可以加可以不加 因为我们这个粥 已经是加盐 盐制过的 有咸味的 好 最后,我们加入蔬花 好 我们的皮蛋 瘦肉粥 就好了 我现在来煮 鱼片粥 还是把砂锅内 白粥 把它煮开 还是沿着边上把它搅动一下 以免不锅 好,现在锅开之后 同样的方法 还是加入 姜丝 完整视频教程联系 微信 703655419 703655419 鱼片 放进去之后 也是不能煮得太久 等于鱼片变色 我们也可以关火 我们再加入青菜丝 鱼片变色 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看一下鱼片 好拔鱼片 看下鱼片 看一下鱼片 看下鱼片 好 我们的鱼片已经开始偏色 就可以关火了 最后还是可以加点鸡精 盐也可以加 是个人口